今天咱们要去拿一台12 Pro 512的机型 顺便咱们今天就去看一下16发售时候 对于市场这种二手机老型号的机子价格也会有什么波动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飞扬四楼看看 现在大内存的手机是越来越多人要了 现在基本上拿的大部分都是512 1TB这种 这台12 Pro 512客户是要一个亮机橙色 所以说我们尽量看一眼橙色 这台手机的话它屏幕是没有划痕 你能看到吗 但是边框的话稍微有一点点花 所以这台我们带定我们再去别的当口找找 看一下先 店铺呢它是要黑色的 所以当口的这边呢有蓝色 所以我先过一眼蓝色的成色 如果说这个成色OK的话 我们就会顾问过后面看能不能换个蓝色的 我问一下客户啊姐 刚刚那一家本来是想让客户换蓝色 但是刚刚看了一下蓝色的两台成色 全部都是压概的 所以我们再去找一找 这一台的话屏幕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而且它的颜色也是客户要的颜色 多少钱姐 268吧 268 你发我也发 可以了姐 机器呢我们已经拿到了 现在12 Pro呢它的价格行情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 它一直呢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保值的产品 而且现在2000多块钱的预算呢 这款机型的话算是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一个资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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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